深夜里一辆车呼啸而过 朝店家门口猛烈一撞 巨响伴随火光四射 电动机车店铁门被撞凹 轿车卡在门口 现场一片狼藉 同样是酒驾酿货 屏东一名56岁男子 开着垃圾车在国道上 突然间撞破护栏 整辆车繁复编坡 场面吓人 屏东有垃圾车意外 彰化则有回收车出事 一部回收车疑似逆光 没注意车前状况 居然撞上路边一步 相行车 导致回收车副驾驶座乘客 一度受困 彰化还有名82岁富人 骑车上路 突然违规红灯右转 结果和执行的老翁相撞 两人贪飞倒地 桃园平镇中峰路 则有一辆轿车 左转到一半 与对象执行的车发生碰撞 执行轿车失控波及 路边重击车 导致歧视受伤 金门则有歧视 行经五号制登路口 疑似为了闪避来车 紧急刹车 打滑自摔 精神车祸一桩又一桩 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开车骑车上路只能 小心再小心 记者综合报道